还会都是一样的 我希望到Downtown就不要再下了 Downtown可能会比咱们这儿稍微暖和点 对 但是这雪景也挺美的 挺好的 有一些人可能会担心 2019年是不是经济仍然不好 还是会往下走 对 我个人认为经济不会太好 但是说因为18年观望的人太多了 你想一想18年的销量是10年来最低的 就说明很多人就在观望 每年咱们新移民来的人还是很多 还有很多留学生毕业以后移民留下来都需要买房 他们这是刚雪 再加上多伦多现在租金暴涨 现在多伦多的租金是整个加拿大地区最贵的地方 对了还有最新来的政策 就是说未来几天加拿大要吸引100万移民 那移民来说的话 整个加拿大比较适合居住 比较适合大家发展的城市中 其实多伦多绝对是首选 其实留学生也是一个考虑的很大的因素 留学生留下来他们一定会买房 因为留学生的经济条件都比较好 我前段时间听到有人说个词 有别人说个词 多伦多或者是温哥华的康豆时代要来临了 因为人口密度大了 但是这个土地资源是有限的 你只能把密度做高 做高还有一个好处 有利于发展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 对因为多伦多公共交通 我们中国内人来都觉得不是很好 但是在加拿大来说或者北美来说 多伦多的交通已经非常厉害了 它的路其实非常宽 大家看一下 可能在镜头上看不看清楚 东西下401这条高速也是北美最繁忙的一条高速 就是它的承载的车流量也是北美第一 它甚至超过纽约 18年是卖的Condo比House要多一些 卖的很 Condo的话 很漂亮 我卖了很多楼花 就是很多人买楼花 因为Condo 2017年18年楼花生产特别好 就是像我自己买的楼花 在往事新城里面开的 全在City 就是基本上一两天就是卖一栋楼 一个55层的高楼 就一两天就卖完 未来多伦多会更好看 因为最近这几年多伦多盖的楼太多了 一旦这些楼全部盖起来 这些楼都很漂亮了 就又是一个 就又能显示出多伦多这个大城市的这个感觉 因为这边盖的楼这边空地 沿湖这个问题就叫谷歌新城 就是它是要建一个谷歌新打造的一个Smart City 对 谷歌未来城现在有房子开售了吗 已经很多了 已经卖了一大批了很多了 这边的房价也不便宜了 现在的楼花也要大概1200块钱 1200一尺了左右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在高速上面 你看这些高楼就是就在高速两边 离高速非常的近 这种楼的很有特点 对这个是88和100Harvard Plaza 这个楼很好的 这个楼是属地铁 直通去机场的快线 对对对 这楼很好 然后这里面这个楼旁边又是一个很大的商业楼 右边这块就是Santaro Enroader Center 这块是Entertainment Area 这边应该是来多伦多必来的地方 这是最标志性的地方 看Condo的话 咱们停车要付停车费吗 要付 要付停车费 一般Downtown的Condo它Wizard Parking很少 买房一定要看周边的社区 一看这社区就知道它的交通怎么样 然后它周边有什么商业 Ping Street这条街是非常出名的一条娱乐的一条街 还有很多酒吧呀餐厅和咖啡厅 就非常适合夏天 夏天来这边 因为夏天很舒服嘛 晚上来走一走喝点酒走一走还是挺好的 是 这边你看很多小店都非常有特点 而且这个地方叫Tiff Tiff电影节就在这附近去吧 所以这边有大大小小很多的Theater 就是看各种不同的影院什么的 对对对 但是话剧还有一些Opera Opera Theater 那都有 我们就停这儿吧 这是海亚特酒店 哦这个酒店非常有客气 就是停一天14个 但是我们要是停就一两个小时了 也是14 啊 对就没有办法这个他就不支持你 那你平时带人来看房啊什么的 我以为的周六周日带人来看 对周六周日就好停车一点 然后也便宜一点 啊价格也便宜一点 对 瘦了都没给你轮子是吧 噢变嘎了 而且我很喜欢这个号叫88BlueJ 它的这个名字很好 对 然后它它所有的是都是黑的 你根本都看不到里面是什么 是 对 很酷啊这个龙 对对对 找一下他的签腿 你今天怎么回事呢 对 对 你现在怎么回事呢 对 你现在怎么回事呢 我现在要给你试图 看看 究竟是什么 你现在要试图 让我试图 好 我们进去还需要给一个ID 才能进去 因为这个楼 它这个楼是一个意大利的设计师设计的 所以它就很豪华 我们去吧 他会把钥匙放在他附近的这个 FL里面 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去拿钥匙吗 对 我们在拿钥匙 咱们记住看房子一会儿 一定要把钥匙还回去 一般看房间我们都敲三下门 就确保里面是不是有人 有人 那么今天可能不能拍了 我先关一下 这个厅其实在康夺当中已经算是挺大的 它这个顶并不是说没装修 它是走这个工业 但是我个人认为买这个房子的人 你还是刷一下吧 好高啊 我们是在40岁 房子又是朝西北的 这边是西 然后西边呢 其实西边不是最好的view 最好的view是东南 就是正好是那边是最好的view 但是我们没有约到那边的房子 因为那边房子没有人在卖 然后那边就是湖 我们看那边 我们西南边就是安大六湖 再往那边走就是Chinatown了 Chinatown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刚才是从这边走过来的 可能可以软远 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楼 只能停在海阿克下面 停在这个楼下面 对 然后我们往这边看 这是周边盖的楼 大概都是 我往来 不行 太高了 江湘有点寒风 然后 还是挺陡 但是我认为 这个地方在夏天的时候 会非常非常的美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离云都很近 然后能见度非常高 即使今天是阴天 我觉得也能看到10公里左右 如果是大晴天的话 一般能见度是在30公里开外 OK 我们现在进去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这家人的主人居然在家里 一般来说 当我们来看房的时候 这个主人应该是消失 这个房子可能在拍摄上面就影响 因为他没有收拾 大家看了一下 这个房子大概值多少钱 我告诉你们 这个房挂价140万 加币 有点偏贵了 这是我的 这个房子 就很高兴 整个房子 提醒了 嗯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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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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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有一些老宅 这些老宅不知道会不会拆 好 今天就先到这里